你X就是沒用的男人 你就是龜縮 你沒有男生的擔當就算了 你XXX的欠我一個道歉 就是他就去死也無所謂啊 不倫戀龜縮五年 諧星偷罵阿翔沒用沒擔當 欠我一個道歉 你這幾年我相信一定有很多 很難受的經驗 諧星五年前 和阿翔鬧出不倫戀 形象重挫 至今仍難回到演藝實業巔峰 近日他上座JH網路節目 罕見提起這段過往 整個人也因此超正向 我在那個空閒時間的兩三年 其實我沒事做嘛 對 我就會觀察每一篇記者 他的文章風格 他的寫作style 真的是很閒 超閒的 然後也經過朋友牽線 就聊聊天 後來我才知道 其實記者他們也有他們的難處 他們是看點閱率的 點閱率低 他們就會被檢討 我整個 我的心我已經放下了 我就let go了 你寫 怎麼寫 我都無所謂 只要你的照片用漂亮的照片 我就妥協 你這是什麼堅持啊 但你被媒體的標題抹黑的 或者是說被他們倒了風向 大家對你有一些不對的認知 它不重要 因為總是有後面的新聞會改過 當我不計較的時候 我就贏了 當你不能改變別人的時候 那你就改變自己的心態 我人生很短 我搞不好只能活到60歲 這種覺悟是不是在 就是那麼多年前的那個新聞事件之後 對 你才有的心態 我會覺得 因為其實那個 那件事情到現在也五年了 五年了 好快 的確在我整個心態上是翻篇了 沒錯 但對阿翔翻篇了嗎 你有跟那個人聯絡嗎 沒有 完全沒有 那你會恨他嗎 我不會 你現在對他的心態是怎麼樣 就是 就是他就去死也無所謂啊 那只要不止 這句話就是恨他 不是不是 我跟你講 剛開始我會很恨 剛開始我會覺得說 你叉叉叉的欠我一個道歉 你有千百種方式可以聯絡我 因為我們有很多共同的朋友 但是你沒有 所以大概在半年到一年之後 我就覺得 你就是歸縮 我覺得你是一個很糟糕的男生 你沒有男生的擔當就算了 你至少給我一個道歉 沒有 完全沒有 然後我就翻篇了 因為你就是這種人 你以後的人生就是這個樣子 而且我甚至覺得 你連自身性質你都不敢面對了 你的人生也不會有起色了 他其實對我跟我比起來 他是可憐的 因為他只能 被自己綁住 他沒有辦法跳出那個框架 他沒有辦法像你這樣 對 因為他自始至終沒有承認過 那你不覺得這樣子的人很可憐嗎 我覺得 反而我必須去可憐他說 其實你也過得很慘 那我就不恨 他沒有真實的面對自我 或者是對大眾 因為他沒有對自己誠實 沒錯 沒有對自己誠實的人 我覺得是最可憐的人